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教另一个新的数位文本表现的技巧 这就是这一个,给我们看到,咦,拉来拉去,拉来拉去,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某些,用数位文本在处理某些东西的时候 你文字写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东西 它可以创造更丰富的资料,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给读者互动性 这个地方读者互动,然后图文配合,更丰富的资料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教了一个新技巧 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新技巧,同学都试着,那一期看看,好不好 OK,我们先这样子咯 好,各位同学,首先呢,打开这个软体,Composer 那我想各位都已经很知道这个软体,我们要善用这个软体,Composer 好,然后呢,我们先来快速做一个表格,对不对 我们现在呢,先来快速做一个表格 把字放在表格的左边,快速做一个表格 好,这个表格按下去就是这边,有没有 跑出来了,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跑出来了,我们先把表格做一个 确定表格属性,按表格属性 表格属性呢,在表格的这个地方 宽度把它改成像素,然后把它改成640 换句话说,这个表格是640 那各位可以自己决定,表格是640,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表格是640,基本上它就出来了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储存格 现在是这一格嘛,这里有一个线 这一格呢,我们把宽度打勾,表格几person 我们说我们要50person的表格,刚好是一半,对不对 套用,你看哦,这个地方宽度已经确定了 好,我们确定 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打一堆字 我们先想办法打一堆字打进去,对不对 我们先打一堆字,打一堆字 就是说这边有纹字,等一下左边我们要放scopa 等一下是左边我们要放scopa的东西 好,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先试着呢 把表格的格线跟它取消 储存格,表格嘛,对不对 按表格,格线把它设为0,取消 OK,套用,你看就不见了,确定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地方线已经不见了 然后各位呢,如果是中文版的,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预览,有没有 你就可以看到了,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咦,这个地方已经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scopa,scopa就要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个步骤 好,我们先等一下来看第三个步骤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开始 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做scopa 我们首先呢,你来看哦 我们先插入图片 我们首先呢,先来插入图片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图片,有没有 这个地方图片 我们按插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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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先来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图片 按缩图 好,比方说我们先来放这张图片 好了 打开 好,图片出来了 各位记得哦,你如果在网路写的话 这个图片是要从网路里面抓下来的 不是电脑的 不是电脑的 电脑你会看不开 我这个是教学用的 你是要把 网路的照片 的网址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 按这个,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不用 我们先只要设定外观 尺寸 按自定大小 我们把它改成280 因为刚才那个是 640-2340 我们280小一点 这样子比较好看 各位可以看到 有 没有 已经有一张照片跑下来了 对不对 已经有一张照片跑下来了 好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写一点图说 假设法 假设我们写一点图说 好 OK 然后我们再来放 我们再放第二张照片 我们再放第二张照片 一样 图片 图片从这个地方 再讲一遍哦 你抓图的时候 是要抓那一张图的网址哦 这个地方只是我 为了教学用 所以直接用我电脑的东西 然后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然后这个地方 再用什么 尺寸 一样 尺寸我们把它设定为280 尺寸把它设定为280 OK 你看 又一张图跑出来了 这张图又跑出来了 一样 在下面加一个图说 加几个图说 好 这样比较好 再加几个图说 好 OK 然后我们再来放第三张图 我们这一次很变 一次跟他做三张图 一样 做三张图 来看这个地方 图片 图片 插入 图片插入 缩图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这一次来做这个好了 好 改齐 基本上一样 不要使用玉党文字 再讲一遍了 这是要放网络的网址 图片的网址 一定要放网址 就是哦 制定大小 一样改成280 580 OK 好 确定 好 你们看到 我们也就有三张图出来了 好 这个地方呢 再写一写 再写一写 这个图说啦 你的宽度大小 要跟那个地方 要跟那个 图片的地方一样 跟图片的地方一样 好 先这样就好 然后这下来呢 是我们最重要的步骤 基本上这下来是我们最重要的步骤 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你这里会有一个这个案件 你这里会有一个图文成的案件 你这边会有一个图文成的案件 等一下要按这一个地方 等一下按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几张图啦 文字啦 先把它怎么样 把它圈起来 有没有 先把它圈起来 就是把它拉下来嘛 让它反白 拉下来 按这个图文成 仔细看 仔细看 这个图文成很重要 这个图文成 一按 没有 它就跑到上面去了 它就跑到最上面去了 它就跑到最上面去了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这东西 你就可以拉 你就可以拉 基本上图文成 你其实不要做SCOBA也行 就是图文成 你只要把它做 按图文成一拉 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会跳在整个 整个文字的最上面 你说这样 其实这样也不难看 对不对 基本上 这样也不难看 但是你最后再做 因为图文成是 做完之后 会把它 跌在上面的 会把它跌在上面的 我们现在只是要把图文成 我们现在只是要把图文成 变成SCOBA而已 我们要把图文成 变成SCOBA而已 好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先跟各位讲 那个SCOBA的 语法 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暂时一下 我们去把语法的地方 谈一下 看看语法要怎么处理 好 各位 再过来我们打开Google 然后在这个搜寻上 打HTMLSCOBA S C R O L L B A R 基本上就会是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我再讲一遍 SCOBA 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有了之后呢 我们跟它按搜寻 按搜寻 把出来就会是一个 HTMLSCOBA 这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网址我也蛮喜欢的 按下来 然后找这一个 这个 就是什么 HTMLSCOBA 这个程式嘛 你就按下去 按这个东西 你就会看出来了 对 就是这个东西嘛 就是 就是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 哎 有点看不到 对 你看 就是 就是这个 你看就是 反正SCOBA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要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要的是这一段 我们要的是这一段 有吗 反正的基本上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字 Overflow Overflow 就是这个东西 好 没关系 我会用笔记本 你可以看一个 比较清楚 有没有 就是这一段 你要找到DIV DIV就是图文层 这一个图文层 这个挂号 跟挂号结束的地方 我们要多加上这一个 多加上这一个 Overflow SCOB 还有这个什么 都给背下 不是背下来 你先把它抄下来 下午就先把它抄下来 把它抄下来 这个 把它复制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把它贴上去 等一下我们就把它贴上去 就OK了 就是多这个语法 DIV 有没有 这个DIV 挂号结束的地方 后面加一个什么 Overflow SCOB 就是这一个地方 这样就行了 你先把这个背下来 等一下把它加进去 就OK了 好 好来 各位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Composer 首先呢 你注意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这个符号可以让你去移动 这个SCOB 对不对 你要把它放到哪边 就放到哪边 跟你讲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 按一下这里 按一下 它整个SCOB跑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控制的是SCOB 如果你是中文版 你按一下分离 按一下分离 它就会告诉你 现在你的SCOB的程式码 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不是 它没有弄对 SCOB 这里 有 你按SCOB 你按分离就是这个 DIV 刚才没看到DIV DIV 就是这里 这个DIV 这个DIV 结束之前 有没有 这个地方结束之前 这个括号 跟这个括号 在结束之前 还记不记得 对我们那一个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 你看有没有 DIV跟DIV 它这个宽度是Good 没关系 你这不要管 把这个抄下来 复制 有没有 这样把它复制 就在这个最后 这个地方把它什么 K上 不要管它 有没有 OVERFLOW 空一个好了 对 SCOB就要是这样子 它就OK了 它就OK了 好 什么个OK法 嘿 这个地方就是技巧 什么OK法 各位 我们这个软体有好处 那个OVERFLOW 你看有没有 跑出来了 有没有 OVERFLOW 是可以浮 你就可以直接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子 拉 变化大小 有没有 这么神奇 对 你看你也不用写半天 对 你把大小控制好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这样拉来拉去 就可以控制什么 SCOB的长度跟宽度 有没有 就可以控制 换句话说 这个SCOB你要多长 你要长一点的 它就这么长 你要短一点的 它就这么短 那我们大概 我们大概算一下 我们大概算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 图跟纹这样子的宽度 对 有图有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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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看得到这样一个宽度 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这样子 那讲就好了 有没有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了 再按回设计 预览 基本上你看 这边有图 对 这边有图 然后这边有纹 这边有图 这边有SCOB 没有 没有 基本上就出来了 我们这边有图 然后这边有字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又开始往下跑 跑 你就开始可以跑下一段 你就可以开始 写下一段的东西了 你就可以开始 写下一段的东西了 那这一段的时候 这一段的图跟文跟SCOBAR的关系 就决定住了 基本上就决定住了 基本上就会是这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 DIV 有没有 你按一下 按一下这个SCOBAR跑出来的时候 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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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个SCOBAR 按这个SCOBAR 按这里 按这里 这里有个DIV 这个DIV DIV 跟DIV DIV的挂号结束之前 DIV的挂号结束之前 你把它加上 OverflowSCOBAR 它现在把它自动改成在前面 这个没关系 这一段语法 让它变成什么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变化的 你可以拉来拉去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去创造出一种互动文本的形式 各位 这一堂课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学会 透过不同的方式 来呈现你对文章表达的东西 比方说你要介绍一个地方 你可能介绍完 那这样拉一拉 你看 那个讯息是不是更丰富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 这就是SCOBAR的一个技巧 跟用法 我们会一直教 那各位要想办法 我们在做多媒体的新闻上 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 来创造更好的图文整合 以及创造更好的一个互动感 基本上就会这样子 好啦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希望看到同学作品 能够放上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好,谢谢各位